给你一架能无限吐钱的提款机 你会怎么花 2011年这样甜大利器的好事 发生在小伙子丹的身上 他是一名散无青年 无车无房单身狗 他是一名调酒师 也是一名月光族 每个月的任务就是把自己的薪水花光 最大的兴趣就是请朋友喝酒 今天轮到他买单 付款的时候才发现自己钱不够 喝到最醺醺的丹 拿着银行卡到附近的ATM机提款 尴尬的是 他的存款余额只有3澳元 作为朋友眼中最大方的兄弟 面子一定要撑住 他尝试从信用卡转200块进银行卡 遗憾的是交易显示失败 然而他却看到自己的存款 从3澳元变成203 这难道是神明的安排天不觉人之路 他成功取出200块现金 回去继续跟朋友宽欢 聚会三后他越想越不对劲 再次回到那一台ATM机 尝试给自己转2000块奥币 结果交易显示失败 现金却能提款 他惶恐地拿着2000块现金回家 结果等了几天 银行没有打来 警察也没有上门 之后大安去银行询问 客服告诉他 账户没有问题 一切正常 换句话说 利用信用卡和银行卡之间来回转账 单就能变成百万付货 于是他转了2000又2000 拿着钱到处吃和玩乐 购物shopping 几天后他磨出一套规律 只有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之间 到这家银行操作转账 奇迹才会发生 掌握财富密码的单 开始疯狂套欠 放飞自我 他花钱给自己找了两个女友 然后用10万奥币 包下一架诗人飞机 带着朋友到度假小岛狂欢 他请朋友住上最好的酒店 请他们喝最贵的酒 想吃什么 想买什么 只要钱能买到的东西 他都跑不吝啬 大家都非常好奇 为何他突然如此有钱 但诚实地说 自己捡到一架 可以免费提款的ATM机 不过这样的规划 没有人会相信 大家都认为他喝多了 有一次银行资源打来 问他为什么尝试 从ATM提取90万奥元 他笑笑地回答 自己喝醉酒 安愁了 短短不到4个月 大安的花费超过150万奥元 虽然他已经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但他心中的焦虑却越来越严重 晚上经常会梦见被警察逮捕 从睡梦中进行 后来必须靠吃药和看心理医生 才能勉强入眠 由于承受极大的精神压力 跟良心谴责 2011年6月 他主动打电话去银行 向他们坦白自己的罪行 银行表示会联系警方 可是他等了三天 没有任何东西 又过了三个月 银行仿佛忘记了这一件事 大安不想再等 决定主动出击 他联系当地媒体 向记者讲述自己的离奇故事 甚至接受电视节目采访 向大家诉说自己的犯罪过程 就是希望警察赶快来抓他 时间过了三年 丹终于被警察以欺诈盗窃罪逮捕 法庭审理的速度也很快 丹全部人追 最后被判监禁一年 社会服务18个月 如果给你发现银行系统这个漏洞 你会悶生发大财还是通知银行 我是TK 我们下期见